Dyson 先偏把男生眷毛吹出造型 我看到吗 前面的造型就是用着这个 Dyson 最新的 Super Sonic 2合1 Fly Away Smooth的 防飞翹吹风头而做到的 就是扩别以往用烫的方式 又或者是Tony老师用脆的方式 因为我们平时的手 跟Tony老师的手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要这样子的 那今天我就要开箱 跟使用它到底是如何做到 吹干及造型 真的很方便 让你吹干头发就变成一个造型 把造型融入热肠这个概念 Gender Air Attachment 是分散气流 让风温变低 把气温变得更柔和 可以贴着头皮吹 也不感到烫了 非常适合细发跟敏感头皮 可以快速和温和的定型 那Super Sonic是用着第九代的数码马达 每分钟高达1000万转 产生可控的有效气流 比起传统的吹风筒 它是快6倍的 那它可以快速跟温和的吹干头发 而不是那种烘干的感觉 烘干的感觉 就像你吹干头发后 我头发就变毛 就要跑完出来 那Dyson Super Sonic有着智能热操控系统 每秒可以测量空气的温度超过40次 并调整热量 这可以防止头发因为热而导致损伤 为了保护头发有着光泽 那有着Air Multi-Pier的技术 将空气放大3倍 产生高压、高速 还有可控的气流 可以使些快速吹干和精准的造型 我把头发吹成7层干过后 就可以换Attachment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Flight Array Smoother 我们先用顺法模式 温度和风度可以换去中文 这个有没有像平时Tony老师 拿那个发型原论书的样子 那Tony老师是一手拿着梳子 再一手拿着吹风筒的 看我 总是学不会 你在干什么 那现在这个Flight Array Smoother 把头发这样往下梳 一面吹就可以了 那拿到头顶的部分 把风筒往上 然后直接向后梳 就可以完成这个蓬松的执法造型 再来最后一步就是去毛罩 同样是这个Attachment 转嫁就是防风洽的模式 这个就是使用平滑的模式 这个改模式称为 康达效应的气流现象 使用气流去平伏翘起来的头发 吹干头发 有没有一种 I wake up like this 的感觉 同样这个Flight Array Smoother 它可以做第二个造型 也就是内扣的造型 跟刚刚的Step一样 但是把头发这样卷着内扣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第三个造型 也就是男生 这个就是我的同事Dylan 男生的头发也可以自然的蓬松 赶快把那个头发乱乱的男朋友 跟say bye bye I mean 是他的头发 现在这个Flight Array Smoother 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一起用了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科技和技术这回事 用了的人才深深的体会到 就像Dyson之前 刚刚推设这个Super Sonic的时候 很多女生都为它疯狂 是因为它的高技术 跟品牌设计 让很多女生都为它买单 而我自己本身 也就是Super Sonic的用户 用了一段时间后 头发真的有变得柔顺 再加上我是很常 漂跟染 做头发造型的人 也没有失去光泽 那这次呢 一共有四个attachment 像我刚刚用的 最新的Flight Array Smoother 还有就是Gender Air 再来里面呢 有这个Styling Conceptrator 还有Smoothing Nozzle 你可以针对自己要做的 发型去做切换 那Dyson就是推出这个 Flight Array Smoother 就是把你头发吹干 跟做造型融合为一块 同时间你头发不会受到损伤 我相信很多女生 又有换吹风筒的理由了